没人尽头陈佩琪眼角泛泪 对于至少两个月 无法见到先生柯文哲 柯文哲五日穿白衬衫出门 傍晚双手上靠被积压 陈佩琪在看到先生时 柯穿着黄色球服 烂色短裤 但是他好像有所预感 所以他也给我交 当然还是交代说 要多多去关心爸爸的病情 然后把家里照顾好 然后他也说这些资料 要适时的收集 要适时的要反击 陈佩琪也透露柯爸爸的病况 不理想 那今天也开始要做一些化疗 那我九十几岁的老人家 我真不晓得他能不能够承受 苦的 可妈妈还好 还好 但因为也是突然就发现说 本来还算是一个健康 还会骑车的先生 怎么突然给他讲说什么得癌症 然后又心情很低落就是了 只是儿子近期也被抓包吃 上万日币的牛排 他真的是一个 发展上面有一些 没有办法这么catch社会的一个 那是不是可以饶过一些无辜的人 小儿子现在都四上各地 也不敢回家了 所以整个家 就是超家灭祖 但的确也达到效果了 我们就是已经家破人亡了 谈到家人陈佩琪不停感叹 五十分钟的访问 他两次这样说 李氏罪名好像也不需要什么样的争取 我们已经 就是被超家灭祖了 对了就是被超家灭祖 DVB的新闻 吴俊伟李国阵刘婷 台北报道 我不知道以前我跟他讲家 就是家里的钱 我都跟他讲 他根本就摇摇手 陈佩琪首度回应 外传紧连搜出 客文者的USB 写着1500神秘数字 他不认为 柯文哲会记账 过去我对他的了解是 不太 不太会 因为他对家里的 那个 我跟他讲一些 他 他就觉得我 好啰嗦 柯文哲不管加东了钱 但是跟微经集团主席 沈庆金 关系好到去桃柱影员唱歌未老 因为我跟所谓的金华城那边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交流 觉得他跟我来讲就是遥不可及的人 陈佩琪称不认识沈庆金 但是现在因为金华城案被搜索约谈 他仔细还原当时情况 曾经没有拖延时间 陈佩琪说当天从旅馆赶回家开门 他不记得抵达时间 只知道回家时看到柯文哲在洗澡上大号 那是我上去的时候看到的情况 那是我不晓得说他已经打电话给他多久 是不是已经很久了 我只是说我看到的情况是这样而已 但是之前有隔多久了 这个我不知道 之后被约谈深夜离开时 或到看守所看望柯文哲 都有黄珊珊陪着 令外界质疑是否有串供嫌疑 想陪伴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没有谈过法律 因为他也不是那个律师 他也不是先生的律师 从USB1500到人际关系 陈佩琪一次说分明 TVB新闻综合报道 面对记者提问一言不发 会计师端木正十二号下午再度遭到北检传唤 征讯约一小时 厘清柯文哲的金流 以及是否涉及伪造文书 端木正律师同样不发一语 而柯文哲深陷金华城弊案 其中他宣称今年五月 使用选举补助款添购四千三百万的个人商办 但遭质疑可能是金华城案的后卸款 日前民众党公布的所有权买卖移转契约书上 上面的金额只有61万元 陈佩琪也再度澄清 都是从柯文哲主席自己的那个私有的那个账户里面弄出去的 那这个是全部的一个证明 陈佩琪十二号接受专访 首次秀出商办转账证明 明细表写着 何泰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 买方姓名陈佩琪 共有十一笔交易记录 第一笔是五月十号的部分签约款十万元 最终结存四千零三十九万三千三百三十八元 陈佩琪也澄清商办是找总结购买 家里的对面正好开一个路边 有一个中介公司我就走进去了 签约的时候才看到一对七十到七十五岁的兄弟 他们联合持有了四十几年 那因为老了也想要分家卖掉 就这样 陈佩琪表示是今年三四月找的中介 当时柯文哲说 众望基金会和新故乡基金会设在党部 有点奇怪 希望能一起搬到个人新办公室 选择立法院附近是方便立委来开会 但外界诟病为何不用民众党的名义 陈佩琪表示后悔 柯文哲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已经委托律师处理商办后续事宜 陈佩琪把自家近年金流一笔一笔说清楚 还原当天和连检谈话内容 只是后续周刊消息满天飞 各种金额数字和ATM的使用次数 六年来讲就是说六百万 那一年一百万我想也是在一个人合理的一个赠予的额度里面 我去ATM我都一年十次的话 那如果一个月一两次 我不觉得大家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直说ATM就是他的理财方式 其中母亲户头里有继承父亲遗产 加上年金一共五百三十五万 自己新转户还有存款五百二十八万 二零八年选举补助款结余两百三十万 柯文哲过去当医生存款一百七十一万 柯的演讲通告费六十四万 车马费出席费亲友红包大概一百万 总金额就是一千六百二十八万左右 不晓得其他外传金额到底哪来的 陈沛琪说所有金流都已向连减如实交代 但仍被不当连结 把那个其中你抓到那个两次时间点很对的 你就把它印关上去 那你每一次都包我看你要印关到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要证据讲话 不是他想要做连接 他就去做不当的连接 柯文哲积押中没了话语权 夫人陈沛琪亲上火线 说明家中一切禁留 这位市民吴俊伟李国阵 崔宗群专举台北参谱 一整面墙有着清楚编号的保管箱 这里是银行的保管室 要进入取件得先经过申请 除了钥匙也得备好身份证明文件 才由工作人员陪同进入开箱 因为里面放了什么只有自己最清楚 北检为了查金华城案的相关金流 也仔细调查被告的保管箱 检联人员确实从多间银行的保管箱里面 查扣了不少的试证 但是他们查的保管箱 到底是属于谁的名下 目前无从得知 根据零传媒报导 检联11号前往包括第一银行在内 数个官股银行分行 调阅保管箱足用记录 清查对象不止柯文哲 陈佩琪夫妇还包括柯家三名子女 以及相关亲友与同案被告 当天有出示搜索票 起封查扣等强制作为 并在人员陪同下拿备用钥匙解锁 取出寄存物 迷风带回当证物 但对于租用人的身份 寄存物是什么北检不予置凭 不过其中两处保管箱的主人出面证实 减掉要查金流 一般来说若是ATM或转账 查扣账簿就有记录 但保管箱放了什么 银行人员不会也不能过问 只有租用人自己知道 另外若金流被转为加密货币 小小的一个USB随身碟就可以随身携带走 由于缺乏健全的管理审查机制 往往也被账骗集团嫌犯 当作隐匿财产的工具 陈佩奇也公开保管箱为何放现金 我有两个保险箱 那我都觉得说出事的话 我都会跟小孩子讲说 你们有五十万五十万 可以当紧急的生活费用 陈佩奇坦诚在第一银行 自己名下有两个保管箱 这来源又无不法 还得检方说了算 除了柯文哲一家人 检方追查金华诚案的其他被告金流 按照自己的步骤 要看这小箱子里 有没有其他惊喜 TVBS五句宣传也太不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您这里面相面传播剧场上 Yes